云香 我能帮你 不要让我置身事外 他们抓走了珠山街所有的营匠 这正好印证了我的猜测 那么多观影想要运走 实在太过于心 而最好的法子 就是重新融入 不过眼下城门封闭 难寻外援 所以他们只能从城中招募营匠 可眼下却有一件事情 会影响我们进一步追查 什么 如今的南都府已下达修士令 派遣并盯全天候巡查 犯人哲自然不敢情绪妄动 但他们不敢动 我们就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线索 可就算把关键隆成了碎影 也有足足十万两那么多 转运起来依然很关闹 所以我想 他们一定会分散出手 封过钱庄 钱庄自然是要考虑 不过他们 应该会有更好的出路 唐家赌方 不错 齐天风也说过 凌渊本就一直利用唐家赌方 来洗白脏 看来 只要官府解除修士禁令 我们便可守住待兔 只是我觉得此次 可能会有更棘手的问题 之前我们无论是面对曹邦 还是对付唐晓 因为有苏家参与其境 所以官府 总是未曾干涉 不过这一次对付凌渊的同事 要做好跟官家周旋的准备 娜娜 这一次的接应案 绝对不是普通的小猫贼 那么简单 我不想让你卷入太深 给自己招来祸患 凌渊那些人 都是亡命之徒 我不能让你一人面对他们 云香 我能帮你 不要让我置身事外 你不会让他 去吧 就不想让他 别人 他就在海里 你不会让他 我 这个 你不想让他 你没什么 你不想让他 我 你不想让他 这崭新的关钉 铸成罪银 这斩鲜的关钉 到底要做什么 想活命就闭嘴 哪有那么多话 你呀 别问那么多 走干嘛 走安生 啊